醫生是我的專業 但是處理債務呢 我就一點都不專業了 由讀書開始借關窗 去讀一一卡數 我一直都沒有認真處理過 我現在就是做人武功了 是時候對症下藥 徹底醫好我的債務拖延症 處理債務最怕就是拖 我們立刻找專人跟進 將醫生的case 很快就安排到最適合他的 DBS私人貸款方案 財務狀況都是要找專科處理 先弱到病除 今天重整債務 累積財款第一步 DBS私人貸款 借還是不借 還得到才好借